超級小英雄 SUMER 就是到我們的親子律動的時間了 沒有錯 來跳動跳跳了 對 我們還是依然有我們的阿凱老師 阿凱老師 對 還有我們小朋友 系列自己來幼兒園的呢 喂 耶 辣 幼兒園 你 其實我真的要先嘆氣 因為我從小到大呢 都有個很不好的習慣 我算是才華 我覺得我們這個應該是才藝 才藝 對 就是我們走了會同手同腳 其實很不簡單耶 因為一般的人都不會同手同腳 為什麼有些人會同手同腳 其實現在科學上並沒有去證實 為什麼會同手同腳 所以也不算是一個不好的習慣 也不算不好 是我們的平衡 一般我們會認為 今天我在物理學上 我今天右手在動的時候 左邊也要動才能維持平衡 所以很習慣我們就是這樣子走 可是有些人你可以維持才華 所以你說那個要是一個才華 我可以接受 所以你看我可以同手同腳 可是同時還可以保持我的平衡感 那就是一種才華 如果妳身體是正的 然後走得很好 很好啊 非常好耶 是不是 那妳常常跌倒嗎 嗯 其實我們會看喔 除了那個跌倒的問題 走路的問題以外 其實有時候小朋友 走路走得平常都好好 怎麼突然一段時間 怎麼變成同手同腳 其實它會有心理的壓力 喔 所以也就是說我從小到大壓力很大 不一定 很難說 或者是心不戴焉 所以它才不會就不亂 妳今天遇到壓力的時候 譬如說我剛才這樣子平常走 我們就走得很順 對 可是像我說 妳就聽我的拍子喔 我一二一二 妳要走左右左右 然後妳就整個會亂掉 喔 這一種壓力 對 妳有壓力 也不是那種壓力 對 對 妳會有當時 譬如說遇到考試 嗯 或是妳有什麼 妳真的要去才藝表演 或是妳要去演講 妳有壓力的時候 妳會發現那時候 妳的動作是很不平順的 所以同手同腳 其實不是一個 就是不好的東西 它只是會讓妳 可能失去平衡感 對 喔 所以如果看到同手同腳的朋友們 不要去取笑他們喔 對 要給他們一點鼓勵 他們會慢慢的變好 嗯 沒有變好起來沒關係 沒有影響到生活也OK 沒錯 是 但是還是要稍微讓自己 正常一點對不對 嗯 就是妳要可以同手同腳 可是也要可以 不同手 不同腳 欸 教是另外一種才藝 對 對 對 另外一種才藝 時間就交給妳啦 好 OK 那我們先很簡單 我們雙手來跳一下 一 一 那我們現在踩右腳出去的時候 我們左手往外畫一圈 蛤 蛤 再講一次 妳右腳 妳看 在這邊對不對 右腳踩 右腳踩 妳看左手往外畫 對 對 對 然後再跳一下 換這邊 雙手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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對呀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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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喔 妳就這邊喔 這就是沒辦法啦 嗯 我們再一次喔 5 6 7 大家看 1 左手換 右手 回來到這邊 然後接下來注意看喔 勉強 踢右腳 踢右腳 左腳 踢右腳 拍拍手 2 可是 右腳踢的時候 你看 左手往前 2 1 2 3 2 我們現在原地先跳一下 你看 跳 跳 踢 踢 踢 拍手 我們做一次喔 好 6 7 8 跳 我踢 我踢 拍手 預備 5 6 7 8 跳 踢 踢 拍手 其實可蘭真的沒有同手同腳 真的喔 他只是跟我做相反動作而已 永遠都不同邊 你看 1 2 你看永遠都跟我不一樣 可是他不同邊 他沒有同手同腳 對啊 OK的 OK的 我進步了 OK 再一次 5 6 7 預備 1 2 3 4 連他自己都笑出來了 好 我們從前面再試一次 再給可蘭一次機會 6 7 8 預備 1 畫圈 2 畫圈 5 我踢 我拍手 到這裡 好 小朋友看我了 我們看小朋友 看小朋友 小朋友會學 有沒有想要來前面跳跳的 要來前面跳舞的 好 你 好 好 那 好 你再一個 好 有四位了 四位 有四個女生喔 好 再加一位好不好 我們增加一位 好 非常好 都女生 好 預備 我們試一次喔 5 6 7 8 跳畫圈 再畫圈 預備 往前 拍拍手 再一次 畫圈圈 剛剛誰踢我 我這樣打你的屁股 剛剛不小心 有可能踢到我的腳 來 我們再試一次喔 預備 5 6 7 8 你看 畫圈圈 畫圈圈 往前 踢腳 拍拍手 再一次 再一次 預備 拍拍手 我絕對不會跟阿北老師說過這什麼東西 你心裡有腳了 好 但現在我們現在也是要跟著音樂來做一次 好 跟著音樂 我就做音樂 加油 來 手在這邊 5 6 7 8 1 2 3 4 5 6 7 再一次 1 2 3 4 5 6 7 再一次 1 2 3 4 5 6 7 8 5 6 7 8 不錯耶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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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真的耶 謝謝我們的阿凱老師 跟阿美老師幫我們設計這麼棒的動作 我們再跟著音樂做最後一次囉 預備 5 開始 1 2 5 6 開始 1 畫圈 再 畫圈 往前 6 7 再一次 1 畫圈 2 畫圈 5 6 7 6 7 8 8 8 9 9